大家好 我們是一起書法一起流傳 我們為什麼會做這個主題呢 因為我們剛好在討論主題的時候 有位組員提出說有認識的知名書法家 那在去與這位書法家深度訪談之後 了解到書法可以讓人修身養性 陶冶性情 至極優美 沉穩內斂等等 於是我們結合OMO時序融合 去達到推廣書法藝術生活 以及透過意義書法創新書法藝術之傳承 我們了解一般民眾對於書法的情況和未來發展 以及藉由深度訪談和問卷調查 去了解市場的需求與發展 規劃與設計意義書法的平台 周邊商品 透過OMO時序融合 將傳統書法結合藝術生活達到永續傳承 我們可以透過文獻分析法 來去了解書法的歷史源源 以及多次的深度訪談 幼優異空間 以及高雄市書法協會的理事長 來去得知書法的現況 透過設計Google表單發放問卷 了解民眾對於書法的認知情況 進一步去設計意義書法的網站 周邊商品 將書法永續傳承 我們這個專題總共有運用到 是我們網頁設計的Dreamweber 以及我們創業字題則是運用到我們數位設計 課程的Photoshop以及AI 最後再透過商業概論以及行銷實作等課程 來完成 這是我們的網站 由於現在大眾對手機的普及化 我們決定用手機的方式向大家呈現 那我們的 服務有兩項 第一個回憶書法 第二個藝術書法 回憶書法 主要是讓民眾了解書法現況 以及各大書法名家介紹 還有線上教學等服務 那藝術書法就是將傳統書法結合藝術生活 居作的周邊商品 不只有這樣 還有線上商城 能夠讓顧客選擇 自己想要的商品 並客製化自己想要的風格 還記得前面講的 OMO時區融合嗎 我們透過這種經營模式 無論是在閒暇之餘 想透過手機 觀看書法作品 還是直接到工作坊 也可以大肆的書寫手法 都能享有一樣的體驗 還可以融合不同的書法協會合作 進行我們銷售通路的 整合 以達到線下翻售 周邊商品以及課程 任君挑選 這是我們目前所創作出來的字體 我們總共有運用到是我們的花字體 金紋以及小鑽 那像這個琴儀花字體 它是以玫瑰荊棘為設計概念 象徵友情愛情 那像這一個浪漫 它是以玫瑰花 蝴蝶為設計概念 象徵愛情 就像蝴蝶 玫瑰一樣 永恒浪漫 那唯一呢 它是以葉子 與玫瑰花為底合成 象徵著永恒專情 以及我們小鑽 建議是以琥珀色 代表著我們建議 堅強 同時代表著 冷靜 與柔和 我們將製作好的字體 融入到我們的商品上 希望書法不再只是書法 它可以流傳到我們生活的 每一處 那因為學習如何寫書法 門檻太高 於是我們想先用一些可愛的文創小物 先導入我們的生活 吸引年輕族群 喜歡書法字體 甚至創造藝術字體 也讓年長族群喚起 對書法的回憶與喜愛 這是我們的線上購物流程 透過這些流程可以讓顧客 選擇自己想要的商品 我們擁有多樣產品 所以使用主的產品策略 去達到不一樣的優惠 定價 則是採用心理定價的策略 讓顧客以感覺 較華山的價格 去購買商品 那我們的通路策略 則是用我們All and More 持續融合的通路 來達到線上與線下的雙通路交流 以及推廣策略 則是運用到 節慶優惠 以及 網路推廣 我們將發出去的問卷 收回 並加以分析 發現有近4成的民眾 是沒有學習過書法的 就算有 也多半落在 國小時期 不過 在我們介紹書法的時候 卻發現 不曾有學習過書法的比例 是居高的 傑瑞雲建議 根據我們的研究 民眾對於科技產品 十分的依賴 但 書法文化參與者 都會是老年人 因此 我們將傳統書法 結合藝術生活 藉由OMO時需融合 達到永續發展 我們的建議分成以下三點 第一點 御用資訊科技 透過OMO時需融合 讓民眾 更容易取得 並了解書法的相關知識 與歷史背景 第二點 利用藝業聯盟 我們與多家廠商合作 可客製化地 將書法藝術 應用在文創商品上 讓書法的面向更多元 進而吸引民眾的注意 第三點 我們向高雄市 非常注重 書法教育的 國小校長請教 該如何 落實將書法文化 和精神 推廣 及傳承下去 也有興趣的 台灣書法學會 理事長 葉國華老師及本校同意 下學期將會開設 書法社社團 並邀請葉老師擔任指導老師 葉老師及學會多位書法家 推行書法文化 不遺餘力 相信在我們的努力下 能將逐漸被遺忘的國粹 重新賦予新的生命 現代人的生活步調太快 我們沒有時間停下來反省與反思 也失去了思考與檢討自我的能力 把書法 慢活 沉穩 沉澱 的精神找回來 也許現在的人會比較有同理心 及感恩心 創造社會利他 又利己的互利雙贏 達到共好 及永續傳承的良性循環 謝謝平常在聆聽